大家好,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非常香的椰蓉面包 这次用了免揉的方法来处理面团,特别方便 一个鸡蛋打散 300克高筋面粉 加入糖、奶粉、盐、素发干酵母 粉类混合均匀以后,加入蛋液、牛奶 融化的无盐黄油 用刮刀翻拌均匀 把面团稍微整理光滑 盖上保鲜膜,室温发酵至两倍大 再来准备馅料 70克软化的无盐黄油 加140克椰蓉 40克糖 50克奶粉 一个鸡蛋 打散后倒入2Ⅲ的蛋液 剩下1Ⅲ留着最后刷表面 翻拌均匀 如果馅比较干 可以分次加入少料牛奶 别忘了最后点一点盐 发好的面团 取出来排气 再折叠几下 面团就会变得很光滑 把鸡蛋液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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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面团两面撒上干粉 把面团擀开成一个大的长方形 把椰蓉线涂满面片一侧的2Ⅲ 在这儿 三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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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气 排气 三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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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理成长方形 在两面都抹上干粉 再擀大一点,大约40×20厘米 切成16条 取出其中两根,稍微拉长一些 切面朝上,交叉放置 再拧成麻花状 再拧开 排在铺了油布的烤盘里 这种有黄油加馅的面包 最终发酵的温度不能高 所以室温发酵40分钟 40分钟后 在面包表面刷一层全蛋液 同时预热烤箱到180摄氏度 或者华氏355度 放在烤箱中层 用180度烤20分钟左右 到表面金黄 椰香,奶香,黄油香 烤的时候真是满屋的香气 虽然没有揉面 但是这个面包拉起来也是很有韧性的 馅料满满,吃起来非常过瘾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感谢收看,我是大鱼 我们下期再见